透过八观摘戒法会的活动 可以体会清净功德与戒体的庄严 又能够忏悔 消灾 增福 增慧 增长出世的善根 八观摘戒是佛陀为在家弟子所制定的 目的是为了要让在家修行的众生 体会清净的功德以及戒体的庄严 培养出世解脱的善根 八指的就是八条戒法 观也是敬的意识 八观摘戒对我们来说 就是非常在家的方便 出家人每天都会养 在家人有时间 定义说过到出家人的立志 过到出家人的立志 虽然说立志休息 关门关闭起来 八戒之中前七条为戒 有防飞止恶的作用 后一条过五不食就是灾 受持八戒可以防止 牲口易善业的恶行 也关闭了恶道之门 史方新闻关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一条过既队 两条过既下人 也关闭起来 三条过既下人